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吉林省图书馆门前一派热闹景象 自2006年开始 在中宣部等部门的共同倡导下 全民阅读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此次吉林省图书馆举办的换书大集活动 正是践行全民阅读理念的一项重要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9月8日 给国家图书馆老专家的回信中指出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知识就是力量 书香浸润心灵 在吉林大地上 吉林省图书馆为推动全民阅读 做出了哪些努力 本期好好学习 就让我们走进吉林省图书馆 一探究竟 两位老师你们好 4月23号是世界读书日 这次世界读书日期间 吉林省图书馆将要举办一场换书大集活动 然后我也想借着这次换书大集活动 看一看省图是在推广全民阅读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是做了哪些努力的 我这次去学习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加关注一些什么 我也曾经做过吉林省的阅读大使 全民阅读 这个绝对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或者是浮在表面上的 知识而能定 定而后能进 大家到图书馆 就这个氛围让你立刻不敢造词 让你的心好像一下就清凉下来 因为书籍你读过以后 真的就像清泉在新田流过一样 它就有一种慢慢滋养的作用 热物无声啊 一个人的心性品味 就是在这里能够沉淀 能够升华 我建议你先从图书馆的全貌 对咱们省的藏书的这样一个宝地 进行一下了解 然后看看他们有没有为特殊的群体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再有一个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媒体和全媒体的时代 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纵深的一些发展 和为读者所做的工作 我也曾经做过金利农业大学的图书馆的馆长 其实图书馆啊 给人的感觉它是非常温馨的 就是让人在那里读书的时候 受到环境的影响 所以一个良好的读书的环境 对于人的心灵 它是有养育功能的 文者画质 在我们那些深处都能产生很好的话语的作用 图书馆的它的真正的意义 就是在于能够激发全民读书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读书是每一个人的权利 无论是孩子老人 对不对 他们都有读书学习的权利 我们这样14亿人口的大国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读书的机会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读书的环境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读好书的 这样的一种愿望 我想是书滋养了我们民族的心灵 是书培育了 或者说培养了我们民族的自信 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那么你去探访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关照一代一代的图书馆人 他为了实现我们国家倡导的 这个全民阅读的 他做了哪些有意义的改变 你还记得吗 好好学习开播的首期节目 就是在吉林省图书馆录制的 时隔三年多 当我们再次走进吉林省图书馆 看着眼前一排排整齐画一的摊位 一群群怀抱书籍的读者 书香气息扑面而来 倍感心切 因为现在很多喜欢阅读的读者 家中都会有非常多的藏书 有的书都可能只读过一次 特别的新就放在家中闲置了 所以我们就搭建了这样一个爱情平台 希望读者将家中闲置的图书流动起来 让每一本读书都能发挥它最大的阅读效率 听李蒙介绍说 吉林省图书馆首届幻书大集活动 开办于2017年 至今已成功举办四届 幻书大集为读者搭建起了爱情公益平台 把分享阅读 快乐阅读 绿色阅读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读者 尽管今天阴雨绵绵 稀稀利利的雨滴 却冲刷不掉读者们的热情 今年63岁的中国梁 是省图书馆的常客 今天他和老伴推了一辆手机车 来到活动现场 已经年过花甲的他们 对哪些图书更感兴趣 又是什么 驱使着他一大早就赶来参加活动呢 一个是给孙子换点书 像你刚才说 他平时让他写作业飞进 写作业 我写完了我就不想再写 剩一切余时间 我自己看我的书 就是周六周日 他把他妈领了上书店 包括图书馆上的 他就自己选自己 那天孩子跟我孙子 我一说 我说行爷爷领你去看 你看完我去 他一说这个图书大吉 我就脚子这个事 他办得非常好 书就跟自己人流动起来了 流动起来 他不就发挥作用了 是不是 获益的不就多了 别让那书死了 钟大爷的这句话 触动了我的心 不让书死了 他把书赋予生命 不仅活了书 也活了知识 感觉把自己学过的知识 或者了解的东西 传递给下一个人 感觉就是有心灵的共鸣 然后再吸取别人学到的知识 以他所感受的事情 我也觉得特别开心 这个是一个大的舞台 学校那边呢 也会在我们的走廊里 随时随地也有这样的读书漂流 我们觉得这个活动本身 对推动孩子读书的热情 所以我们是需要这样的日子 去纪念 去推动 去深化 然后我觉得书换的 不仅仅换的是书 可能换的也是孩子们 对阅读的一份美好的期待 就来的时候这个书包 可能是空的 空的不沉 对对对 回去的时候都是满满的 然后换书的热情 选书的过程 本身就是很快乐 最重要的事 今天可以 可以跳三堂课出来 跟书剧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交流 他们比啥都开心 刚刚交谈的过程中 一位读者向我们提了一个建议 我带着读者的反馈 再次找到了李萌 然后我看有一个读者 他还跟我说 他想提一个小建议 他说就觉得 换书这个活动 如果只有一次的话 其实挺可惜的 他想说 能不能搞一个图书夜市 这个书 对 就是变成常态化 对 这个我们有考虑 就是我们为了鼓励更多的读者 加入到我们图书交换的 这个行列当中 我们在2018年11月30号的时候 也是启动了我们吉林省图书捐赠交换中心 这个也是促进了我们全民阅读 鼓励了大家更多的参与到这个阅读活动当中来 我记得我接待过一个读者 他是拎着箱子来的 他说他不经常在长春 他就是知道咱们这个中心是周末的时候开放 所以他特意一下火车就坐地铁过来了 李萌告诉我 除了一年一度的换书大集火度 在平时 吉林省图书馆也为读者们提供了图书交换的平台 2018年11月30日 吉林省图书捐赠交换中心成立 每周末开放 中心成立以来 收到市民捐赠图书6100多册 捐出图书近万册 交换图书3500多册 在那里每天都发生着图书漂流的故事 而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 要从半个月之前 一通特殊的电话开始说起 有一个读者跟我们打过来电话 他说他那个父亲在长春的家中呢 有300多册的图书想要捐赠 然后我们就进一步地了解了一下 前不久呢 就是父亲感觉身体不太舒服 然后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结果呢就是医生说老人的这个情况不太好 然后老人回到家中呢 就每天也闷闷不乐的 就对着他那些书啊经常发呆 因为那些书就像老人的孩子一样 老人特别的爱惜 家人想可能是不是老人 想在他这个有生之年 把这些书都托付给一个 就是能让他放心的地方 然后那个家人呢 就想到了我们吉林省图书馆 对于捐赠来说 300多册图书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比这图书分量更重的 是老人的一片奉献之心 接到电话后 省图书馆研究决定 主动上门取书 一路无话 当工作人员终于到达老人家里时 林省说 他至今还忘不了第一次见到老人的情形 因为以前我们 对待这些捐书的都是 自己拿书过来捐 我们没有过这种上门收书的这个先例 但是考虑到老人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我们就派了几名同志 到老人的家中进行那个收书 我们在车上没有过多的交流 也挺沉重的 因为不知道老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就是心里很沉重 然后到了之后 看见老人已经不能动了 在轮椅上我们 工作人员心里其实特别难受 他想把他这些图书 给更多的人 就是让这些图书发挥的更大的价值 这个举动让我们特别感动 老人可能生病的时候眼里有一些混浊 但是明显就感觉到他有神了 我们能感觉出来他那个心情特别激动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打包书 然后老人就坐在轮椅上 看着我们工作人员一本一本地打包 我们离开的时候 看着老人在努力地 想抬一下他的胳膊 想跟我们挥挥手 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 捐赠书籍 书香传递 当老人捐赠的书籍 碰到下一个读者手中时 我相信 他的内心一定是满足且欣慰的 回来之后 过了几天 他儿子又打来电话 说老人金利市的家中 有更多的藏书 大概600多本 也想捐赠给我们金利省图书馆 然后他儿子就是自己雇了一辆车 把这些书都拉过来了 图书交换 盘活了家里旧书 增加了免费新书 赋予了旧书以新的生命 他增进了读者之间的互动 为公众构建出一个文化交流 信息传播 物物置换的全新平台 书籍承载的文化力量 也变成了接力棒 在不同读者之间传递 让书香和爱心交融交织 这些杂质机 不计现在里面的是几百 所以我们从来的这些搬失 这是我们专门V323世界读书日的时候 我们准备的盲盒活动 其实拆盲盒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探索未知的一个过程 也能吸引读者更加去对这个有一种好奇 对 他会想我们为他选的书是什么书呢 所以这里面是有礼品 有书 还有这种红色的 红色故事 还有一个VR体验卡 就是希望孩子们在世界读书日期间也多一份神秘感 每个盲盒里面不仅有知识 还有一些惊喜 那么除了盲盒活动呢 我们摄尔部这边的特色活动 是我们的青莹草系列活动 就是以一个小型沙龙的形式和孩子们见面 那么我们自己的摄尔展厅呢 每年会举办两场大型的展览 上半年是农民公司女树化精品展 下半年是青莹草配原装作品大赛 那我可以领团 我可以领团地 我可以领团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触动内心的作品我相信其实很多 有没有哪一幅让你印象深刻的 有一幅叫做《团圆》是在我们去年 就是第十届农民公司《清明展场》中看到的一幅作品 就是画面的是一个孩子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坐在一张桌子上一张圆桌子上吃饭 一个团圆 后来我也问过这个学生的指导老师 我说这个孩子家里是什么情况 然后老师也说父母是常年在外打工的 可能孩子就希望有一天大家能吃顿团圆饭 这是孩子心里最大的一个愿望 其实当时那个女孩呢 她就是说她的爸妈妈妈是常年在外打工的 平时也见不到几回 那么内心当中挺渴望的 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能早一天回来 所以就借着咱们农民公司里 吃花展的这样一个活动 把自己的心愿 用画作的方式呈现出来 所以说其实可能咱们平时 看似很平常的 大家和父母坐在一起吃个饭 是一个很平常的事 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 他是一个 对是他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奢望 他用画笔把这种奢望画出来之后 就是让你心里一酸的那种感觉 看着基地内的作品 每一笔每一幅 都承载着孩子们的希望 他们用独特的视角和淳朴的语言 描绘出新时代农村欣喜向荣的生活画卷 和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其实除了呢 来参加图书馆的各类的读者活动 很多孩子来图书馆 就是他家长希望孩子们来图书馆 能感受这种浓浓的学习氛围和阅读氛围 就是几乎周末的时候 还有寒暑假的时候 我们的座位都是满的 家长们就领着孩子来看书啊 来做作业啊 来参加活动啊 我看孩子们的热情也都很高 热情很高张 喜欢看一些那个 有清洁丰富一点的 他会把送放到海外的地方 比如说窗口啊 茶几啊 饭桌啊 马桶上 很多地方都是探放的书 那你在这个图书馆那边看书 有什么和在家看书不一样的感受呢 觉得这门书更多 能调到自己喜欢看的书 能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看书 感觉更好一点 就是工作忙 每天每周能抽出一段时间陪陪孩子 可能没有过多的互动 但是陪孩子在一起 能助手增长一下知识阅历 我觉得孩子也是很好 тоб等会有什么好便 来这一部分 谢谢大家 睜得帮助手增长 我们对线上电子阅读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为了更好的服务读者跟上新时代需求 省图书馆做了哪些改变 线上的阅读平台建设情况如何 我们这个区域就是一个数字体验区 我们除了指指文献之外 就是一些数字资源的一些展示都在这里集中展示 依托这个线上服务 我们着力打造了一个我们吉林省的文旅百科资源平台 里头涵盖了我们管很多的资建的数字资源 在此计算我们也经过了前提的调研 就和省内的各地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也都融入了这个平台里头了 目的就是为了让在文旅融合这个大背景下 能够为文化和旅游提供一个 一个是资源展示的平台 一个是用户利用的一个平台 通过这个平台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们省内的一些文化和旅游的资源情况 2020年8月1日吉林省文旅百科资源平台 正式上线市运营 这个平台是目前国内第一个 集资源展示、学术研究、文化推广等 多功能与一体的文旅资源整合平台 截至目前平台整体登录界面次数近200万次 机构用户400多个 因为我们需要不光是融合我们自己的资源和中国之网的资源 我们需要融合各地的一个资源 所以说我们得到咱们吉林省内各地去调研 去了解情况 去收集相关的资料 在那个过程中 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沟通、协调 坚持着通过电脑、通过手机办公 去完成那个相关资料的一个收集工作 上线之后用户的关注度很高 其中有很多读者反馈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 可以让他真正的了解吉林省的一个概况 就是包括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一个概况 对于一个是对于吉林来 有一个它属于相当于地图的一个作用 另外一个它也掌握了更多的 咱们吉林省的一些情况 也是对它的支出储备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 线上线下共同发力 为了更好地展示吉林文旅资源 吸引读者 省图书馆还建设了集文本、图像、音频、视频 于一体的多媒体资源库群 吉林文脉 构建其数字资源与多元化服务 于一体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 就是我们文脉播出之后吧 我记得有一次 我接到一个电话 他就是我们在拍摄过程中的一个手艺人 他的年纪已经六七十岁的年纪了 就是说 他跟我说其实非常兴奋 因为我们既传播了一个知识 又传承了这种手艺 也帮助他们去向公众进行一个展示 也是对记忆的一个传承 因为这项记忆可能说在吉林可能很快要失传 然后通过咱们这个吉林文脉也是把这个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 其实说实话 就是能接到这样的电话 我心里头一个是高兴 另外一个是非常的就是属于欣慰 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得到了社会大动的一个认可 也让这个像您说的 让这个手艺能有一个传承 让世人知道有这一门手艺 就不至于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两位老师 这次我参与完他们的活动之后 我遇到了很多读者 他们不分年龄 对阅读都充满了热情 就是在吉图人的身上 我也看到了他们为这个推广全民阅读 做了很多努力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两位老师 在我探访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看到的这些 有没有什么更深层的意义吗 你到省图书馆你就看到了 那里边既有孩子 有学生 有这个工作的上班人的群体 也有老人 这样的一种环境和场域 让每个人在那里 都心里能够很踏实地坐在那里去读书 其实吉林省图书馆 在做全民阅读活动的过程当中 他们切切实实地把服务于百姓 放在他们这个心上 为全民阅读 特别是全民阅读在吉林省的深入开展 应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的确是这样的 就是他从面上来说 我们所有人都有阅读的机会 崔老师说这种公平 我认为图书馆的确是做到了 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回过头来 当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环境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书籍真正变成 能够滋养我们心灵 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好老师呢 这有障于我们每个人 对阅读更深的一种认知和理解 这个曾子在大学里面 他讲的知之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这是得什么呀 就得读书之道 得做人之道 得成长之道 得为人之道 得交友之道 得奋斗之道 他有这么多很深的这个意涵里面 我想这和我们这个国家倡导的 受罪和音价值观 也是非常契合的 图书馆是最平等的地方 老少结疑 是不是 无论什么样的人 他都有权利来这里读书 那么读书 经过读书的这种话语 让人成为一个真正的 懂得良善 懂得良能 来用良善良能 知情合一来回报社会 成为我们这个大家族当中 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当中 成为我们这个国家当中 一个有用之人 图书馆呢 离我们家特别近 所以每次回家的时候 我就路过省图 我觉得这个城市里 有这样的一座大楼 这几千年的书籍古籍 放在那儿 你是很有底气的 因为有底润你就有了底气 因为有底气你就有了自豪感 因为有了自豪感就有了自信 因为有了个人的自信 所以有了文化的自信 民族的自信 麒麟省各地图书馆 也在不断创新服务 创新全民阅读形式的内容 为麒麟的文化建设 文化振兴而努力 近年来 麒麟省图书馆 在做好文献资源建设 及读者基础服务的同时 不断创新形式和载体 积极开展文化麒麟讲坛 信息咨询服务 未成年人服务等文化服务活动 图书馆 让广大读者 气候更丰富的世界 遇见更美好的自己 不断滋养人民心灵 成为培育吉林人民 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为繁荣发展新时代文化事业 做出吉林贡献 富有诗书 气字华 是苏式诗作和董传刘别中 快智人口的名句 说的是 读书可以提升人的修养和境界 一个饱如诗书 学识渊博的人 不需要刻意打扮 也会由内而外 显现出高雅不凡的气质 习近平总书记 引用这句古语语 旨在强调 读书的重要作用 阅读 是汲取精神营养的主要渠道 既需要个体 八本读书的内在行为激励 也需要尊重真实 立场读书的正向社会基地 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 可能有着不同的读书时间 和读书成本 通过大力推动全民阅读工作 形成覆盖城乡的 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 就是很有针对性和执行力的 鼓励阅读措 读书作为文明生活中的一种标志 能当敌浮躁 净化心灵 增强才感 当我们走出浮华的忙碌 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抽出时间 在阅读中与名人对话 与思想者共读 必能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丰盈而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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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